咱们先从力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弹弓怎样才能打得拽 看我这画了一个简易的示意图 咱们先统一一下术语 要是老手的话你都知道 但是新手的话可能还不太熟悉 咱们先统一一下再说 就是这儿画的这个是弹弓 弹弓的两个就是外边缘的这个宽度 就是弓门的宽度 这黄颜色画的是皮筋 后边这是弹丸 兜住弹丸的这个就是皮兜 弹弓拉开 到固定的位置 这是拉去 你如果拉开你固定在脸颊上 这个距离一般比较短 这就是咱们说的短拉 你如果再往后拉开 手臂弯曲 大概再往后二三十厘米 这就是中脸 如果说你的两个手全部张开 就像蝴蝶翅膀一样张开 这就是你能拉到最大距离了 这就是长脸 从这个弹弓到目标的距离 咱们把它叫射距 这是目标 眼睛是在这儿瞄准的 弹弓的这个上边 这个角是瞄点 你如果用瞄准器的话 那你那个瞄点 大约也在这个位置 今天咱们说的是横过 瞄打 好看中间这个图这一部分 它用弹弓拉开之后 瞄准好了目标 松开手发射 弹丸在皮筋的带动下 沿着这个水平方向加速 加速可能在这个理论上讲 在这个离开弓门之前 加速就完成了 咱就假定它加速 一直加到弓门这儿好了 那么它离开弓门的这个速度 实际上就是它的速度的最大值 这就是它的出速度 出速 那它弹丸飞出去之后呢 这个蓝色的就是它的弹道 示意图 它是个典型的抛物线 那么咱如果向上标的话 它先是向上飞行 然后再慢慢的在重力的作用下 再和水平线交接 然后落下来 弹丸离开弓门 大约到在一定的范围内 大约在这个距离 它这个因为出速度特别快 弹丸飞行的速度很快 所以它下落的这个距离呢 可以基本上忽略不计 那这种情况下 它实际上飞行的是一段直线距离 咱们就把它叫这个直线飞行段 过了这个之后 它慢慢的下落 而且还减速 就是把它叫减速下落段 所以如果咱们发射的过程中 它如果是水平的话 那么弹丸从加速 离开弓门 一直到 刚才说的这个水平飞行段 这一段距离 全都是直线 然后才慢慢的下落 按抛物线 运动 好 弹丸的直线飞行段 越长 那么咱们可以想象 它实际上 越准确 因为你不需要 考虑 弹丸下落的这个距离 所以首先呢 咱看看 就是哪些因素影响这个 直线飞行段的长短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弹丸 被皮筋的弹力的作用下 加速 一直到离开弓门 这是个加速的过程 那在同样的力 的 大小的情况下 这一段距离如果越长 加速的过程 时间越长 那么离开弓门的时候 这个速度就越大 出速度 还跟这个弹丸的质量大小 有关系 你弹丸越大越重 它加速 在同样的力 大小的情况下 加速越困难 那最后就是 这个弹性大小 皮筋的弹性 就决定了 你加速的力有多大 所以皮筋越厚 弹性越大 那么 力就越大 这个加速度就越高 那出速就越大 那同样厚度的皮筋 这个弹性还跟它的宽度有关系 对吧 因为厚度定了 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宽度 因为咱们用的这种扁皮筋 一般都是有锥度的 就是咱们说 2012 就是前边 是20毫米大小 后边 皮兜那边 是12毫米大小 就是这样的锥形 但是你如果说是想要弹性大一点 那你就是2212 2412 或者是2510 就是前边越宽 皮筋越宽 这个弹性就越大 所以你在选皮筋 绑弹弹弓的时候 咱们的目标 就是拉锯长 皮筋的弹性好 争取能达到最大的出速 所以这就要求皮筋的厚度和锥度都要合适 现在说说瞄点的关系 大家看最上面这个图 看这个弹丸 到目标 它飞行的这个 它的这个轨道 就是这个弹道 是这条蓝线 但是咱们瞄准呢 咱们眼睛一般是在弹弓的 这个皮的这个上方 离这个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这个地方是瞄点 就是眼睛跟瞄点 到目标的中心 这条直线 三点决定的直线 就是你的瞄准 方向 那这条直线 跟弹丸飞行的这个弹道 不是一条线 而是在一定的距离 它们会相交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 正好是在 你要打击的这个目标 这个位置 它们正好相交 你就打得准了嘛 对吧 所以这个就跟你的射距 射距就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咱们需要先校准一下 就是在10米的地方比方说 是我的标准距离 那么在10米的地方 我的姿势定了 那就是说我的眼睛 瞄点和这个目标 这条直线决定 如果打得可以调的 打得正好准确的话 那么这个瞄点就定下来了 眼睛的位置就定下来了 这个定下来之后呢 那你的目标远近 就会导致你的瞄点的变化 所以看这个图的话 如果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近了一些 近了一些 你看这个弹道到这儿是 如果按原来的瞄准方式 你就打到目标的上方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你要瞄准 从目标的这边来看的话 你要瞄准 目标的这个稍微偏下的地方 把这一块距离 给它校正回来 从瞄点的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你要瞄准 这个原来的瞄点 上方的地方 就是把瞄点向上条 再近距离 才能正好打准 那么反过来讲 如果目标更远的话 看这个 这儿咱们的弹道 已经到了下边了 所以要把它调到中心的话 那你应该瞄准这个 瞄准目标的上方 瞄准上方 最后你才能打到中心 也就是说 从瞄点这边来看的话 你的瞄点要下沉 要下降到这个位置 等于是把弹空要向上台 那正好就把这个 子弹 正好就把这个弹丸 下落的这个距离 补偿回来了 这样就能打得准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瞄准的这条线 跟弹丸到目标 这个夹角的大小的问题 就是这个夹角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夹角比较小 最理想的情况下 如果能给你这个弹道这个重合 那你瞄准的这个 精度就提高了 对吧 这两条线的夹角小 那你容错的范围就大了 这样就更准确了 那就是说你 如果想瞄得比较准 就是眼睛到这条线的这个距离 越短越好 短的话 那就说你弹门实际上 就要变小了 就是你小弹门的弹幕 打的应该是更坏 从理论上讲 但是这个夹角变小了 那弹丸 离眼睛的距离就近了 但是人脸的结构 正好这个地方是 这个上颚 这叫什么上颚 这个位置是突出的 你如果搞不好 那就打到你的这个脸皮了 所以说这个要根据 个人的情况 要控制好 好 咱们了解了弹道和秒点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你仔细想一下的话 一个最重要的打弹功打的转的要求 实际上就是一致性 什么是一致性呢 就是说你的所有的这些变的因素 每次都尽量能保持不变 一模一样 比方说这个弹功的姿态 就是弹功 它这个 你这个面要跟地面垂直 上下两个皮筋 拉的长度是一样的 这样弹丸才能从这个 弓门的中间发射出去 然后拉距也是一样的 你每次拉开的距离 是一样长 弹丸的质量大小 也是一致的 另外你的眼睛 到这个水平线的距离 到弹丸飞行的这个水平线的距离 还有眼睛到看的这个瞄点 这个也是一致的 所以你如果说能每次 把弹功拉开 瞄准 保持这些因素都是一致的话 那么咱们就排除了 很多可变的因素 那么剩下的就是 瞄点对准目标 发射的问题了 所以你实际上不管什么姿势 不管怎么拉 你只要是一致 每次打出去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都能打转 归根结底就是这样 但是咱们的问题在于 有很多因素是 需要长时间练起才能克服的 比方说你的前手 弹弓拉开之后受力 它会抖动 你想保持在同一个位置 是很难的 你打过枪就知道 即使是在支架上 那个枪口 想要保持在同一个位置 也是非常困难的 何况咱们打弹弓是悬空的 然后你拉开这个皮筋之后 这个弹丸跟眼睛 它们之间的这个相对位置 你每次定位要定的一致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脸来作为参考点 短拉上短拉你就可以用嘴边某一个固定的位置 来作为参考点 然后你中拉 你应该用脸颊和皮筋之间的接触点来定位 皮筋拉开之后的方向也不能变 你拧麻花拧劲也不行 归根结底就是要把这些可变因素 争取都变成固定不变的 那么你的准确度才能提高 剩下的就是练习的问题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